秋天到了,又是可以吃鱼衣甘蓝的季节 这是我老公最喜欢的德国菜 也是很多德国人,特别是北德 在秋冬季节经常会煮的家常料理 说到德国料理,很多人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德国猪脚 然而德国猪脚,Schweiss Huxer 虽然也算是经典德国菜 但是对德国人来说,它并不是日常餐桌上的食物 通常是节庆、特别场合或是餐厅里 才能享用到的一个菜肴 很多台湾亲友来到德国会觉得 随便找一家餐厅就能吃到德国猪脚 然而一般的德国餐厅当中 德国猪脚这道菜并没有很常见 我刚来德国的时候跟一群在健身房认识的老太太聊天 我问他们最喜欢的德国菜是什么 有一半的人都回答我说是Groonkong跟Vors还有Casla 就是我今天要介绍的这道菜 我还蛮惊讶的,因为居然没有人说是德国猪脚 有人说他从来没有自己在家做过德国猪脚 也有人说他已经很多年没有吃德国猪脚了 原来这个叫和欢 挖在这边 很香 你看,现在超市有在卖Groonkong 每年到了入秋的时候经常可以在德国超市里面找到一包一包的Groonkong 师母说要等到第一次双酱之后,他的叶子会比较甜 我们这边超市常见的是一包750克的包装 大概是台币120块钱 他是德国的 这边有一些 刚刚从安迪老师那边 师母给我这么多的羽衣甘蓝 然后我要把叶子剥一剥 把这个梗拿掉 就是把叶子弄起来 然后冷 刚刚切完了两包 要把它冷冻起来 在超市也可以直接买这样子的Kasla 也蛮脖子的 看了一下容量 还是觉得ChuChu的系列比较适合来做Groonkong 是一体成型的 是ChuChu系列 用这个锅子 然后这边是我们的材料 Groonkong 这个是Kasla Shinken Cobalt 还有弟弟采怀的Kartoffer 这有点不够 等一下我可能会再去买一些 洋葱 鹅油 Sanf 盐胡椒 然后这个可加可不加 这个是燕麦片 鸡汤粉 可以买已经弄好的鸡汤 或是高汤都可以 首先呢我们就用一个大锅子 把这些滚后都先把它煮一煮 我那时候已经洗过了 所以我现在就不用再洗了 总共是这样子 大概400克 如果你在外面买的话 可能就很大一包嘛 把叶子拔掉 然后把它冷冻 把它冻过之后再来处理 那我要加水 先煮一煮 不用煮太久 水滚之后只要煮两分钟 有点像是我们做中式料理 煮沙青或是汆烫的步骤 把它捞起来 煮过了 骨鸡有变小了 其实我们用400克的 Groon Coal的话 应该一颗 我比较喜欢吃洋葱 所以我洋葱会弄多一点 那我们现在就把洋葱来切冰 是Neo Flam的 我们去肉不买的 Casla 这样子 这一种烟熏的肉 这一块是比较瘦的 如果大家在餐厅吃的话 应该都会吃到 蛮多这种 Groon Coal里面会有这个 或是一整条的 那我打算先把这其中一条 切成小块 跟洋葱一起炒 德国人非常会处理肉品 全德国各地有超多种 不同风味的香肠和薰肉 种类多到我们可能一辈子也吃不完 他们大部分都是用传统天然的工序制作 可是德国香肠的确 它的盐分跟油脂比较多 反正我们也没有天天吃 没有大量的吃 应该是没有健康方面的疑虑 有的厨师会这样子炒也可以啦 我会把它切小块一点 跟羽衣甘蓝一起敦煮的肉类 还有很多不同的选择 也可以用PINKEN 或是MATTON 或是烟熏的爆核五花肉 看你方便买到哪 我们用蚵油来炒这个洋葱 这蚵油很香 炒到有点微微的咖啡色 然后呢再加入刚刚切的 冰肯控股 因为它这个控股里面会有一些油脂 所以我会把它的香气炒出来 炒洋葱大概要炒个十分钟吧 至少 我自己在煮这道菜的时候 我会特别把洋葱炒到 比较深一点的咖啡色 这样它的汤会比较好喝 比较纯厚 好了差不多之后呢 就把这一全部的BURUCO倒进来 现在要调味 小心加盐 盐不要加太多 因为我们的薰肯它是有咸的 所以盐只要加一点点就好 盐要非常小心 因为一不小心就会太咸 胡椒 然后加一点鸡粉 他们德国人有时候会用高汤 GEMÜZER的BURUNER 我这是BURUNER BURUNER 是鸡高汤 酥菜高汤用完了 这里有必有的酥菜高汤 可能这个比较好吧 这边也有美籍的 必有的酥菜汤的粉 这个比较小瓶的 都是1.49 我平常是买这个鸡粉 1.49 或者是你可以买像这种 是液体的 就可以直接用 这个也是 酥菜高汤如果要煮面的话 还蛮装便的 只是不知道 没有合大家的口味 他们还会加一点 SEN 芥末酱 这时候呢 如果你想要再加一只鸡腿 或是排骨也是OK的 我们要煮2个小时 我们剩下1个小时的时候 我会加入NASLA 跟他一起煮 还有那个VOST 然后确保水都有没过这些菜 好 开始慢慢长路的蹲 盖上盖子 蹲2个小时 大概蹲1个小时之后 我会加入东西 一面再煮 我一面来削一下哈头粉 因为毕竟马铃薯是 德国人的主食嘛 所以 这个一定要搭配一点 马铃薯 才有原味的感觉 煮了1个小时 我加入了这个BOST 要煮那么久的话 就一起煮一煮 这样子 也比较入味 刚刚因为有出门 用自己放CASLA了 现在把它放进去 把它切一半 感觉好像会快一点 这道菜呢 算是我们德国北部 家喻户晓 应该算是 最受德国人欢迎的 德国传统菜肴 鱼甘蓝先蹲煮1个小时 加入肉类之后 再蹲煮1个小时 让肉的咸香跟油脂 和鱼甘蓝充分融合 这道菜就完成了 我老公最喜欢这道德国料理了 每到冬天他一定要吃 你可以在超市买到这种罐头的 我以前在阿迪买一罐 用大瓶的才0.99 这边比较贵 如果是一个人的话 可以买小瓶的 是330克 不想花2个小时 蹲煮的人也可以买鱼甘蓝的罐头 只是罐头的吃起来跟新鲜的 还是不太一样哦 还有薰肯博士 还有鱼甘蓝 我们姐姐跟弟弟 Groomcore他们比较不喜欢 所以我现在要来弄一个 他们最喜欢的意大利面 制服 这是Neoflame的夹子 蛮好夹的 这样子放在旁边 然后他也可以放在桌面上 会弄脏桌面 之后一定会跟大家分享 这道超级无敌简单的 Spaghetti Bolognese 这道菜是德国人 最喜爱料理的第三名 非常普通 非常常见 每个家庭的妈妈都会做 我们家的小孩说 吃过我的之后 都觉得外面所有餐厅做的都不好吃了 如果你完全没有煮过饭 我相信这道料理 应该是你来德国 必会的第一道料理 今天用来煮 番茄肉酱意大利面的 这三个锅子 是Fika Object Comfort系列 它们有点方 有点圆的造型 搭配珊瑚橘的颜色 很有秋天的氛围 又不是可爱 今天先稍微让它们亮相一下 改天我们再隆重为它们开箱咯 原价一万多 现在我们有团购价3990 正逢双11的优惠活动 还加赠16公分的煎蛋锅 看他们德国人的retail 它最后有加Huffer Floken 最后会有很多汤 是要吸收一些水分的 可加可不加 就让它不要这么水水的这样 下次如果你在超市看到新鲜的羽衣甘蓝 不妨买来煮煮看 如果你有德国朋友 德国男友或是德国老公 煮给他们吃一定会被夸奖 但其实羽衣甘蓝 我觉得台湾人不见得会喜欢 如果你够open-minded的话 可以尝尝鲜 如果你特别执着亚洲口味的话 还是不要轻易尝试 你会觉得 我跟老公都很珍惜 每天晚上全家一起吃晚餐的时光 因为可以问问小朋友在学校过得开不开心 最近在忙些什么 有没有什么担心的事情 需要我们提供什么帮忙 我最常煮的 其实还是台湾口味的料理 今天我做这个德国的grunco 用的是师母家自己种的 晚餐后我们会跟小孩子一起收看 八点钟的晚间新闻Tagashot 我很喜欢它只有短短的15分钟 对于了解国内外的时事 还是相当重要的 现在因为德国的外来移民很多 不久前 在每天晚上7点 有Tagashot in 埃法赫 也就是每日新闻的简单德语版本 如果你刚来德国 或是刚开始学习德语 强烈建议可以每天看一下 这个简单版本的新闻 练习一下德语听力 它的时间更短 大概就是6到8分钟 如果你可以从这短短的几分钟 每天学一个新的单字 长期累积下来也是很可观哦 无论是正常版本 或是简单版本的新闻 它们都有YouTube的频道 即使错过当天新闻播放的时间 或是人在国外 依然可以在网路上收看哦 这些都是Neoflame的Fika系列 或可以煮50个馄饨 这也是Neoflame的捞勺 30公分又大又深的炒锅 是我几乎每天都会用到的锅子 而且妈妈煮得很好 谢谢大家 包得好煮得又刚好 谢谢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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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包一个陀螺 这个系列的奶茶色锅子 这个系列非常温柔耐看 可以直接上桌 更方便大家边吃边加汤加料 这次是我们频道 第三年跟Neoflame合作团够了 SUSUSU系列可说是我用过的锅子当中 目前最喜欢的系列 我个人偏好锅子有固定的把手 而且这个珍果奶茶的颜色 真的是太美太倦勇了 经典耐看永不过时 德国品牌的锅子品质也非常好 但是绝对找不到颜值这么高的 Neoflame的独特coating技术 确保锅具安全无毒 SUSUSU系列全部都是在韩国生产制造 并且经过600多种有毒物质的测试 品质有保障 就算因为使用时间比较久 涂层脱落了 也不会释放出毒素 SUSUSU系列的锅底升级成完全包覆 导热更迅速 从我这几年个人的使用经验来说 我最少用的是双耳汤锅 因为还要特别拿防热夹 有时候会觉得有点麻烦 因此我会特别推荐 小汤锅、平底锅 还有30公分炒锅 这样子的三锅组合 原价24958元 现在优惠价值要4290 从我们的团购连结点继续购买 还特别赠送耐热的细胶锅铲 和汤勺 不得不说这一组锅铲 汤勺特别好用 尤其是那个铲子 用来煎蛋跟煎pancake 特别好煎 今天要来用neoflame的细胶烤盘 它可以在烤箱里面 耐热到220度 有点凸出来 很适合靠鸡腿鸡翅 鸡块 还有薯条 是一个大一个小 还可以用洗碗机洗 我们在网路上订一个 它已经调味好了 可是我想偷懒的时候 就可以用这个 来烤 然后换这一盘 不要试吧 是那个China Enter的老板送给我们的 每次买一只烤鸭 就会送这个 这个才是最好吃的地方 是为了这个才去买烤鸭的 送进去了 先把这个拿出来 然后这个让它再烤一下 这个烤盘是无毒的 是耐热 可以确保它烤出来是比较酥脆的 不会泡在油里面 油会在这个凹槽这里 橙色还不错 偶尔想偷懒的时候 我就煮个黄瓜汤跟紫米饭 这对晚餐还算是蛮丰盛的 弟弟吃鸡腿什么 他都啃的还蛮不错 我试用这个烤盘 我觉得还蛮OK的 我们家每两个礼拜 会吃一次煎牛排 对我来说也是相对轻松 煎牛排烤肉 这些都是男人的浪漫 老公煎牛排的技术 已经是炉火纯青 完全不输block house 那就让它好好表现吧 我只要炒一个地中海式的综合炒蔬菜就OK 然后再过一下香料油 就perfect 这些煎牛排烤肉 除了锅子之外 我也很注重吃饭用的瓷器 Neo Flame的新品 有一系列的米兰芝纹系列瓷器 食感超级棒 我们一餐不要吃太多饭 这个饭量是我的 是味噌汤 味噌汤 汤比较多 因为我很喜欢和汤 然后这个是 爸爸 弟弟 白色瓷器我们家已经很多了 黑色瓷器跟白饭所形成的对比色真的很美 我们家姐弟都不怎么喜欢吃海鲜 但有一种吃法 他们可以吃很多鲑鱼 就是在家吃鲑鱼生鱼片 可是德国超市买的鲑鱼 并不能用来做生鱼片 在之前这部影片当中 我们分享去买生鱼片等级的专业鱼店 另外我们也分享过做炙烧鲑鱼的方法 它这个盘子有很好的纹路 这是火山眼的 可以耐高纹 一个盘子还蛮贵的 舍不得让它烧到 以前我们吃鲑鱼都会在上面烧 但是他们现在喜欢没有烧的 所以其实可以用这个 然后我们要用这个来装 干贝 它有很好的纹路 我们美味的干贝来了 让姐姐跟弟弟多吃一点鱼 我们每两个礼拜会吃一次鲑鱼生鱼片 我只要煮一个味噌汤跟白饭就可以了 真是美味又方便啊 这是我们家的醋饭 醋饭要买这一瓶 这瓶就会是正宗醋饭的味道 直接加在白饭里面 我们在今天影片当中 出现的锅子和厨房好物 都来自于韩国锅具领导品牌 NEOFLAME 团购连结在影片下方的说明栏 只要有下单 不限金额及赠送价值400多块的 陶瓷保鲜盒 到11月底都有双11的优惠活动 加上金额满3299 就赠送价值990元的粉蓝色小龙厨房微裙 到11月13号之前 不同日期加价11块钱 就会有不同的赠品 我经常做中式热炒 锅子一直都是消耗品 因为我们几乎天天煮饭 锅子到了一年半载 总是都要替换 如果你们家的锅子已经有涂层脱落 或是使用铁芙蓉的锅子的话 为了全家人的健康 必须要尽快换掉 很快又是年底了 在圣诞节或是农历新年的时候 也许会有在家办party 或是聚餐的机会 NEOFLAME的鸳鸯火锅和烤盘都很实用 可以参考一下我们之前 在家煮火锅和烤肉的艳客影片 现在这个烤盘加大38公分 正品很多折扣力度也很大 有需要的话可以趁现在入手 好用的锅子不但煮起来开心 用起来放心 直接上桌摆盘也非常赏心悦目 真的世界级好吃 很下饭 有三种肉 然后两个菜 青菜真的很多 因为这里面有很多菜 青菜的种类很多 今天非常谢谢你的观看与陪伴 记得等一下打开团购连结逛一逛 祝福大家周末愉快 那我们下次见 拜拜 拜拜 那你觉得你写的怎么样 其实是还ok啊 就是最后一个题目 它给有个graph 你永远知道我整个类没有看过 是这样子 是这样子 这是我